最近TVB最受歡迎的節目 應該就是李思哲主持的《玩野王》 雖然每個星期在沒有人看的時間播放 但都有20點收視 而且有很多太太們都覺得很好笑 所以每個星期追看 但這個《玩野王》總共只有7集 之前李思哲說所有東西都拍完 所以大家不用再想 今年不會再拍,不用怕 但其實播映的時候只是拍了4集 所以這段時間都繼續拍《玩野王》 令到身邊有很多藝人都很害怕 其實原來這個節目《玩野王》 除了得罪了一些被玩的藝人之外 還得罪了TVB的藝人科 所以就算李思哲想繼續拍下去 都不會有人上他的節目 亦都不會有人讓他玩 還有傳說接下來看幾集 一早就已經踢爆了 所以被玩的藝人其實是在演戲 不是真的被人玩的 那究竟是不是真的呢 那就是娛樂CSI 其實拍攝《玩野王》的期間 李思哲真的很厚密 除了他的厚密之外 被他玩的藝人也沒有露到口風 所以拍攝這個綜藝節目的時候 其實一點宣傳都沒有 說要推出就推出的了 差不多是做了一個星期 POMO就做這個電視節目了 雖然沒有什麼宣傳 但這個電視節目一出現之後 大受歡迎的 想不到他玩的不是普通人 而是一班的藝人 見到一班藝人的真性情 很多人都很喜歡看 而且覺得很搞笑的 好像頭幾集一樣 其中一個BOB就做個婚禮出來玩他 見到他的表現 大家都覺得他很專業 亦都很好笑的 接下來好像馬賽和鍾佳欣一樣 亦都因為這個節目 令到他們人氣急升 一直這樣玩下去 其實中間有很多的藝人 讓李思哲玩電話、玩借錢 其實他們是有點不滿的 其中就是徐子珊和呂惠儀 亦都向藝員科反映這件事 覺得李思哲玩他非常之不對 還會影響他們的形象 其實藝員科方面 一聽到影響形象 當然就非常之緊張 除此之外 就是在第四集 被李思哲玩的周家瑋 其實他自己也沒什麼所謂 不過拍攝的時候 由於他們是故意問很多周家瑋 關於我家裡的事 亦都問很多關於洪天明的事 亦都的話題非常之兒童不宜 和三級 所以其實周家瑋被玩完之後 回去就跟洪天明說了 令到洪天明非常之生氣 立刻打電話和按鈕就講數 所以到最悲出街的時候 很多兒童不宜的話題 其實是減掉的 由於洪天明非常之生氣 所以令到監製 都不想玩得太過火 而監製方面亦都說 之前其實寫好稿 但見到李思哲越玩越厲害 好像要滿足自己的好奇心 所以搞到他們都很難做 所以現在藝員科就說 所有李思哲請他上節目的藝人 都不會答應他做 他說除非那個藝人 可以知道李思哲做什麼 有了所有的對白 亦都不會影響他的形象 才會上這個節目 由於藝人科非常之小心 所以令到李思哲的節目 少了很多的嘉賓 而且還說要保持他們個人形象 被人玩 通常都會出醜 好像上一集 就玩Jason 陳志生 其實這只是一場戲 陳志生的經理人一組 已經看完所有的對白 以及知道究竟發生什麼事 他說絕對要保持Jason的漂亮 亦都不可以讓他出醜 所以其實所有事都是一場戲 所以有理由相信 接下來的第六集和第七集 其實一班嘉賓一早已經知道發生什麼事 亦都看完劇本了 而且有很多當紅的小生花彈 更加不願意讓李思哲玩 所以就算李思哲真是很想將這個節目加長 又或者可以拍第二輯都好 藝人科不支持又如何開呢 WOW那麼久 是市有八卷公投 WOW那麼久 WOW那麼久 要說的是 會を終於開來